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豆腐鲜菇肉脉丸子 蒸了菜肴的特点 是外酥里嫩 口感鲜香 咬上一口满满的层次感 而且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老少都非常喜欢吃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过程吧 首先把猪肉切成小块备用 可以选择肥瘦先煎的 也可以选择都是瘦的 看自己喜欢吃哪一种口感 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小块备用 喜欢吃可以多放一点 胡萝卜放多少根据自己需要 准备三个香菇切成小块备用 同样放多少根据自己喜欢 把切好的肉放入绞肉机中 搅成肉馅 然后把搅好的肉沫倒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把胡萝卜 接着再把胡萝卜块和香菇也放进绞肉机中搅碎 把搅碎的胡萝卜香菇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少许少许生姜切成末备用 准备适量大葱切末备用 准备一块老豆腐用手捏碎 做这种丸子一定要用老豆腐不要选择嫩豆腐 口感是不一样的 豆腐捏碎之后放入肉沫 香菇和胡萝卜碎 接着把葱沫和姜沫也加进去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会儿 揉气式肉沫不容易散 抓拌均匀后打入两个鸡蛋 把鸡蛋液抓散 充分和豆腐香菇肉沫等融合 抓拌均匀后开始给丸子调底味 三小勺生抽 多半勺蚝油 小半勺鸡精 两勺土豆淀粉 用手继续抓拌均匀 让所有调料充分融合在一起 然后用手扶住勺子做出丸子形状 或者用手挤出丸子形状 锅中油温六成热下入丸子 一定小火慢炸 丸子刚放进去的时候不要马上翻动它 一定要定型之后再翻动 大概30秒左右的时候轻轻的推动下 不要用力轻轻的推动下就可以 小火炸至六七分钟的样子就差不多了 炸至三四分钟的时候给丸子翻下面 让丸子受热均匀 时间到了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颜色金黄 里面已经炸透了 先把丸子盛出备用 等待油温再次升高复炸一次 大火复炸十秒到十五秒就可以捞出了 复炸的目的是为了丸子更加酥脆 复炸后颜色变得稍微有点焦黄色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备用 锅中稍微留一点底油 放入葱末和姜末爆香 爆香后倒入小半碗清水 不要多小半碗就够了 接着开始调味 一小勺蚝油 一小勺生抽和一小勺老抽调色 2克白糖和适量鸡精提鲜 使所有调料融合在汤汁中 接着在汤汁中加入水淀粉 不要一次性加入 要分开放入 不然放多了汤汁就会一坨一坨了 看汤汁浓稠就不需要再加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关火把丸子放入汤汁中 让丸子均匀裹满汤汁即可出锅装盘 出锅装盘的时候撒入点葱花即可 不喜欢可以不放 现在我们的豆腐香菇肉末丸子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非常好吃虾饭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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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